仍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窗法义共慕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接下来请收看 修行摆诵 修行摆诵 是十一世纪的伟大学者 帕当巴桑洁的心灵证言 由丁果亲者法王 家乙论世 帕当巴停留在西藏 和尼泊尔边境的 丁瑞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 拥有无数个弟子 有一天 一个亲近弟子 在久违之后 抵达丁瑞 看到上师如此年迈 而感到非常悲伤 于是他问 圣者 当你离开这个时间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 你将从一个净土 到另一个净土 但我们将会如何 我们能够信任谁 面对热泪淫荒的弟子 帕当巴 教导了修行摆诵 修行摆诵 意义深傲 又简明易懂 诚振认 认真地修行者将发现 这些祭送中的所有教导 都是正统佛法修持 不可或缺的精髓 如果你漫无目的 你将浪费人生之狭满 听闻的人们 此时此刻 立定决心 我们的心顺习万变 它唯一不变的 是对世俗诱惑的强烈执着 在我们学会控制念头 在我们的心 获得真正的定力之前 我们的信心 一定会犹豫不定 并且容易为了 没有意义的活动而分心 浪费生命 和修持佛法的珍贵机会 把修持佛法这件事 拖延到明天 等于是在持续拖延 直到死亡来临为止 受到信心的驱使 猎人 齐仁瓦 共伯多杰 告诉弥勒日巴尊者 我决定开始修持佛法 但我必须先回家 和家人告别 之后 我将立即返回 灭了日巴尊者 打断猎人的话说 现在就下定决心 倘若你回家 你的家人 会费尽心机 要你改变心意 你就不会回来了 如果你想要专心修持佛法 那么就要及时及行 猎人绕坐了 后来成为弥勒日巴尊者 最具正量的弟子之一 借入落入犹豫不定的陷阱 投入全部的心力 专心一意的修行 不受任何其他想法的干扰 死神将在你心思散满的时候 掳获你 听闻的人们 从当下开始修行 你的田地需要耕种 或你的事业需要关注 或者寻找一个适当的伴侣 是你的主要考量 我只能猜想 你把时间花在哪些事情上 但是你要记住 你越是把人生 浪费在这些事物之上 就越可能让死亡 把你留给修行 所剩无几的时间夺走 不要让俗物的包袱 使你偏离追求佛法的道路 如果有一天 你生起修行的念头 那么就从那一天开始修行 如果有一天晚上 你生起修行的念头 那么就从那个晚上开始修行 无论在何时何地 生起修行的念头 就在当时当地开始修行 死神将在何时现身 我们无法得知 听闻的人们啊 你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死亡如同闪电 毫无预警的袭击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你或许身强体健 和朋友一起品尝美赚佳肴 或凝视壮丽宏伟的景致 然而就在那个时刻 死亡可能近在咫尺 当死亡来临时 那些亲近你的人 将被留在身后 你的对话将被中断 留下尚未用尽的食物 以及未完成的计划 人们突然死亡 遭受意外 被人谋杀 因使用不洁的食物 或错误的药物 而中毒死亡 在游戏或运动时受伤 或死于战争 这些事情不是常常发生吗 死亡的威胁 总是伺机而动 你应该如同一个旅人 行进到北出没的国家 时时刻刻提高警觉 一个遭受暗杀威胁的政治领袖 绝不会松懈警戒 他避免接连两个晚上 在同一个地方过夜 总是觉察死亡的逼近 让我们时时刻刻 保持这样的警觉 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 要如此思维 早晨来临的时候 人们会不会在我的床上 发现一具尸体 你死亡的那一天 没有人能够护卫你 亲吻的人们啊 你要做好 仰赖自己的准备 当你跨入死亡门槛的时候 围绕在你身旁的亲友 几乎无法提供任何援助 也无法陪伴在你身旁 甚至连最富有的权贵 也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的财富 最有权势的将军 也无法命令军队 阻挡死亡的来临 他必须像其他的每一个人一样 屈服于死亡 你的心事将离开身体 在中阴徘徊 游荡 在中阴 你将发现 自己独自带着虚幻的一生生 处于幽暗之中 迷失绝望 完全不知所措 又不知道何去何从 那时 折磨大多数众生的可不幻觉 令人毛骨悚然 其可怕的程度 比莫难以形容 虽然 这些幻觉 只不过是你 心的投射 但在那个时候 它们却是强而有力的事实 在那个时候 你透过修持佛法 所获得的绝授 是唯一可能的未借来源 这是为什么 在此时此刻 就要开始努力修行 是如此重要 即使 在太平时期 一个国家都要替未来 可能发生的侵略 未雨绸缪 做好因应的准备 同样的 你也必须时时刻刻 保持警觉 用修持佛法的方式 来准备面对死亡 佛法 如同永恒的丰收 能够为你的来世 提供食粮 并且是你未来安乐的基础 如果你关照死亡 你将会发现 你不需要任何事物 听闻的人们 把死亡时时刻刻 记在心头 一旦你把诸法无常 生命极端脆弱 和死亡威胁 无处不在的信念 根植于心 你就不会相忘 寻常的人生欲望 除了希望能够在 隐僻之处修持佛法 你将一无所求 让我们看一看 弥勒日巴尊者 他仅仅以寻麻为师 以棉布披荆为一 却在一个盛世之中 正得驰名上师的无上果位 但是如果你缺乏远见 没有深刻的去思维 死亡和无常 那么你将难以停止 去追求人生中 无异的事物 欲望总是多过需求的串席 将持续下去 即使你拥有足够的食物 你将仍然想要去品尝 更美味可口的佳肴 即使你拥有足够的衣物 和适当的住所 你将一直想要获得 更时髦的服装 以及一床更大 更舒适的房屋 虽然你已拥有一个伴侣 或爱人 你将不断想要寻找 一个更好的伴侣或情人 这些都是你总是忘却 死亡有多么逼近的征兆 如果你没有盲目的相信 你还会在世界上活很长一段时间 那么你为什么还把全副心力 投注在规划未来之上 过去伟大的修行者 把自己形容为 把自己形容为 无常之念 根植于心的余切事 他们清楚了悟 追求俗悟的徒劳无益 他们的心 完全转向佛法 由于他们受到死亡念头的激发 因此 他们的佛法 是以简约生活为基础 他们也知道 他们将在一个荒芜的洞穴中 面对死亡 当然 所有这些伟大的修行者 如今都已故去 因为 死亡是一切众生的命运 然而 他们如今身处净土 不再投身轮回 而所有那些追求今生欢悦的人 则深陷无尽的轮回苦海之中 如此深奥的远见 能够升职于心 乃是实时全心观照死亡的结果 对死亡的全心观照 是一种如甘露般的良药 能够使你恢复健康 也是一个监督你修行的哨兵 绝不会让修行的戒律 偏离正轨 如同随着夕阳渐渐西下 而拉长的阴影 死神毫不留情地逼近 听闻的人们啊 赶快远离死亡 在黄昏日落的时候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我们生命就无可避免地迈向死亡 但遭遇死亡的时间 却是无法确定的 一个被通气追捕的罪犯 从来没有片刻宁静 他时时刻刻保持警戒 急切的策划 成千上万个谋略 来逃避等待在前的处罚 你不会看到他为未来居住的房舍 构思规划 当死亡的威胁 随时都会降临的时候 你如何能够高枕无忧 从现在开始 修持佛法必当是你唯一的依靠 除了佛法 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把死亡化为顺源 早晨迷人的花朵 到了夜幕低垂时就会雕尾 听闻的人们啊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肉体之上 缤纷多彩的花朵 在夏日微风中耀溢 但经过冬天的暴风雪 或一阵冰雹之后 这些花朵还会存在吗 在秋天 森林的颜色 从青绿转为金黄 在冬天 树木的枝头 一片阴郁黑暗 了无生气 我们的身体 也日渐老化衰退 对此 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越把心思 放在身体老化之上 就越感到焦虑不安 让我们少去烦恼身体的外貌 多多把心思 放在如何不要浪费生命 让我们修持佛法 我们越是静静地修持佛法 就越感到心满意足 即使他们活着的时候 有如天之交植 死时却比恶魔还可怕 听闻的人们啊 你们已被这个虚幻的身体愚弄 现在 你或许以你的身体为傲 珍爱你的身体 并悉心照料 你的亲友都面露微笑 充满深情地指着你的手 温柔地对你说话 然而 当你死亡之后 一切都将变得非常不同 你亲爱的家人 将急着把你的尸体 送出家门 谁会想要在家里 放着一具尸体 如果你在西藏 你的身体将被绳索捆绑 放进一纸出布袋中 送到墓地 被人分割之解 被兔鹰撕咬成碎片 你应该如何善用身体 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如何善用身体 一个像人借用工具的工匠 会趁工具还在身边时 物尽其用 事实上 你的身体 也是向死神战时借来的 在死神收回之前 你只能短暂拥有 趁你还能使用 这个身体之前 你有没有好好善用它 来修持佛法 前来市集的人们 完成交易之后 就会消散 听闻的人们 无疑地 你的朋友 也将离你而去 人群聚集的宴会 通常是一个喜悦的场合 人们在许多朋友的陪伴下 欢笑 跳舞 谈话 品尝美食佳肴 但是天底下 没有不散的宴席 很快的 每一个参加宴席的人 都会消散 一个熄来攘往的市场 一旦到了傍晚 就渺无人机 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候 家庭成员或许都感到快乐 但所有的家庭成员 必定都会一个接一个的 独自不如死亡的门槛 这个由魔术变化出来的稻草人 注定会破败不堪 听闻的人们 此刻即按英国法则来行事 农人在田地树立 用来下退鸟枝和野生动物的稻草人 或许只能维持一个季节 风雨很快就会把稻草人 摧食损毁 同样的 因为各种因缘聚合 而短暂连结的身体和心事 迟早都会崩解 当身体和心事 到达最后的崩解阶段时 他们会受到疾病和衰老的折磨和毁坏 到了那个时候 无论你如何真切的悔恨 没有及早开始修行 你已没有闲暇 也没有力气来修持佛法 正是此刻 正是当下 当你具足所有顺缘的时候 应该用全副的心力来修行 小伴不是在市集那一天 冒足全力来展受祸瓶吗 光是计划去研习佛法 既不会为你带来知识 也不会使你获得智慧 如果你持续把闻思修佛法的时间延后 那么当你的体力和智力衰退时 你将无法进行任何闻思修 能够引导你的上师将离开人世 你将错失修持佛法的良机 我们大多数人 常常追随过去所造恶业 带来的负面习气 而引导一个人 亲近佛法的正面习气 是少数人全心从事善行 所获得的殊荣 一旦修持佛法的顺缘出现了 我们应该像正值收割期的农夫 一样努力精进 他们从黎明一直工作到黄昏 知道任何延迟 都会造成收成作物的损失 人们费尽心力去完成世俗的目标 如一句谚语所说 他们头戴新帽 脚踏双鞋 他们深夜仍然在外奔波 黎明又再度动身 你难道不应该把千倍经历 用于追求正物 这个最重要的目标之上 对方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02 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诗实 要供焉供 下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现场备有消灾操建牌位 欢迎填写 高雄生命书方举办传授八观灾戒 即礼拜千佛法会 功勤战山法师组法 日期2月3日 农历正月初三 星期四 上午8点半 地点 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从前 在佛陀的居所附近 住着一个名叫勾搁的猎人 脾气暴躁 不通情理 一天 勾搁带着一群猎犬 到附近的森林去打猎 途中遇见了一位突破的比丘 勾搁没来有的升起起来 口中不断咒骂着 一早就先碰到了个光头 真是倒霉 骂着骂着 勾搁还是带着猎犬们 往森林的深处前进 比丘也继续前去花园的村庄 在回城的路上 什么猎物都没猎到的勾搁 竟又遇上了突破回来的比丘 这下心情更糟 看到比丘迎面而来 他满腔无从发泄的怒火 又熊熊燃烧了起来 今天什么都没猎到 一定是这光头害的 没想到一天来回碰上两次 说不定接下来几天都一起倒霉了 慎怒之下 勾搁当场就对身边的猎犬下令 要他们把比丘吃掉 今天出门打猎白忙了一场都是你害的 你这看就让你倒霉的光头 比丘惊慌地说 这位先生 我跟您树为平生 无冤无仇 你怎么就突然就要自我于死地呢 勾搁一心只想将比丘除之为快 情节之下 比丘只得把腿飞奔 爬到树上 猎犬们不会爬树 于是便围在树下不停狂吠 勾搁也随手抽出了剑 往树上不断搓刺 比丘在树上拼命地左闪右躲 狼狈不堪 一不小心 他的袈裟就从身上滑落了下来 正好当头撞在勾搁身上 看起来就像勾搁穿上了袈裟一样 一旁的猎犬 看到穿着袈裟的人 都以为是比丘掉下来了 这份扑上去狠狠地撕了 狗狗马上就被咬得劈开肉绽 奄奄一袭 比丘爬下树来 看到已经断气的狗狗 心里觉得十分难过 他心想 虽然我无心杀人 但这个猎人还是因为我不小心掉落的袈裟 而被猎犬咬死 我这样子是否也算犯了杀戒呢 他越想越不安 即刻到了佛陀面前请示 佛陀听了事情的原委 便安慰比丘说 比丘啊 一定没有过错 那个猎人是因为自己造作恶业受害 而且他上辈子也同样是个伤害无辜的人 学佛多一点可以告诉孩子 我虽不杀伯仁 伯仁因我而死的典故 让孩子知道人生无常以及如何去应变 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他的一条路走 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不一样 但是如果有了坚持的原则与信念 人生之路可能会比较平顺些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 佛陀告诉大众 无常是世间的真相 人的一生从婴儿、孩童、少壮及至老死 当中无数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所有的人、世都像水面的一些泡沫 而泡沫冒起来又扑灭 都在说明没有什么事情能永久掌握 而不会改变的 今天是留灾日